車牌被雜草全部擋住 那也安捏 交警要車主說清楚講明白 大媽的反應 讓人覺得她真的不知道嘛 那我要坐在那床上面 就是在座上跑的時候 旁邊有一堆草 臉不紅氣不喘 再搭配無辜表情 交警都快要相信她說的話了 不過冷靜一想 高速公路上哪來的雜草堆 還這麼剛好只擋住車牌 調出監視器畫面一看 真相大白 並且從照片中可以看出來 車輛從毛病上站的時候 車牌上並沒有被覆蓋 車輛是在上高速公路以後 車牌才被遮擋起來的 原來大媽是害怕 自己違規被取締 臨機一動 想說用雜草擋住車牌 這樣就萬無一失 沒想到還是被警方給識破 不過演技派的說謊功力 簡直就是引後 讓人不解的還有廣西這位老兄 高速公路上妻子暈車想吐 他靠邊停車讓妻子下車呕吐 不過都還沒吐完 這位老兄看到後方有警車靠近 竟然腳踩油門 加速逃跑 連解法妻都不要了 把人都在感受上面 你是不是在你做什麼 很可惡 奇怪的是這個老兄也沒有違規 也不是通緝犯 純粹只是看到警察靠近 覺得很緊張 所以下意識就想落跑 連愛妻都不要了 但也不知道在跑哪一出 奇葩行進 讓人苦笑不得 記者綜合報導